女士新闻学家赖维佐新北市报道 之前在南台湾香蕉价格惨跌 让马政府被批评状况外 但事实上不止香蕉 今年芒果也因为产气延后 外销订单减少 供过于求之下 价格节节下滑 那么这回农委会赶紧主动跟卖场合作了 以一近24元的产地价格来促销 这怕又成为外界抨击的焦点 给你们现场的来宾 机会难得要买要快 看到又大又浅的狱锦爱闻芒果 民众拼命往袋子里装 因为通通比照产地价格 一斤只要24块钱 这么大可以平常买到60块 这边买到24块 我挑了第三代了放在旁边 芒果价格杀到这么低 不是没有原因 原本芒果的产季是每年的6月 不过今年因为雨季比较长 多到7月才胜产 错过了外销日本的黄金时期 订单转为内销 价格面临下滑的困境 听到芒果价格要往下掉 农委会赶紧与卖场合作 由业者收购30万斤的芒果 并且以市价对折出售 毕竟前阵子香蕉滋销 已经掉到只剩下两块钱 马总统被批评状况外 因此农委会这回动作快 提前变通 芒果这种价格比较高的 可能都是比较要透过 像这种大卖场来做促销 效果会比较好 计划期相交之后 芒果价格再度成为外界 崩起的焦点 门委会主动出招 避免可能衍生出来的政治话题 你是新闻投听真一详台北报道